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擴散 两大世界供应链重要组成国南韩和意大利也相计失陷 金融界仍用为经济大瘟疫降临 肺炎疫情演变成全球威胁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警告 疫情在全球大规模流行的机会由两成倍增到四成 上半年全球经济将会全面陷入衰退 所以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0.4%至2.4% 就年全球经济火车头美国第一季经济增长预测 亦都因为疫情奪去0.6%至只有1.3% 而全年预料只有1.7% 其中内地商务旅行以及旅游业几乎停止 航空和邮轮航线亦都取消大多数往来亚太区行程 欧美等旅游热点受到严重影响 其次制造业同样受创 商品短缺令全球供应链开始断裂 意味旭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型零售商的产品价格随之上涨 再者在疫情打击之下 中国实际上在美国购买多少产品 完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的目标也都成为疑问 另外由于中国是石油、铜、大豆和猪肉等 大宗商品的最大购买国 随着当地需求下降 引致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从而令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依靠商品生产 和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牵连 另外世界银行亦都警告 上半年环球经济没有运行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或者低过2.5% 即使最终能够达标 亦都不足以提振发展中国家 疫情同样影响内地工厂 据英国在华商会调查显示 近一半在华营商的英资企业预期 今年内地业务收入将会下滑超过一成 大约2成7更预料收入将会大减超过两成 美资大行高城再次削减内地 今年首季经济按年增速预测 由原本的4%削减至2.5% 其中香港更下调至按年收缩7.5% 而全年香港经济增长预测 亦都下调至按年收缩1.9% 都网记者李朗文报道